随后习近平来到黄河兰州中山桥段考察 他沿边河步道查看 听取黄河生态保护情况介绍 习近平对在场的干部群众说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兰州是唯一一个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 大家要心怀感恩 人人参与人人尽责 共同保护好黄河 让母亲河永续会责子孙后代 黄河很美 将来会更美 习近平还查看了卫河生态公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中央官员责鹿 中央官员负责